这个姑娘竟然将筷子捅进喉咙里 夏淼就呕吐不止躺在地上 只因皇上刚刚驾崩 嫔妃们都要被抓去殉葬 她昨天才被继母送进宫成为妃子 连皇上的面都没有见到 就要被迫殉葬 不音楼看着妃子们哭得死去活来 可她却一点也不害怕 甚至后悔早上没有多吃一点 你还有亲亲吃饭 旁边妃子刚说完 他们就被带走关押在一个房间 等待下一步的发落 这时进来一个小太监 悄悄地给管事太监递上荷包 是要带走皇后的表妹 管事太监马上会议 于是谎称是下人弄错 立即将皇后的表妹放了 众人仿佛看到了希望 纷纷地围了上去 拿出自己所有的家当 递给管事太监 妃子李平出身卑微 为了活命来到不音楼身边 原来不音楼是当朝太妇的女 肯定会有办法出去 可不音楼却一脸落寞 少气无力地回答 父亲如果疼爱她 就不会同意继母把她送进宫 李平瞬间心灰意冷 不音楼看着伤心的李平 我答应你 你们就一定不会死 于是在中午用膳时 不音楼故意举起快点 用力戳向自己的喉咙 并且还让李平照走 两人当场呕吐不止 管事太监见状立刻走上前 询问下人饭菜里为什么会 下人连忙跪在地上 表示自己也不知道原因 管事太监怕上面怪罪 急忙命令手下悄悄 把他们送到皇陵 可不音楼万万没想到的是 继母竟在此时出现 请把不音楼留下 我想见她 就这样不音楼又被带了回来 继母先是对不音楼 虚寒问暖一番 接着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 表示不是不救她 而是父亲身为朝廷令官 不能坏了宫中的规矩 还让不音楼不要记恨她的父亲 继母为了让不音楼安心殉葬 直接用她的母亲威胁 不音楼被气得咬牙切齿 但为了母亲 只能眼睁睁地看继母离开 到了门外 继母还是不放心不音楼 特意叮嘱管事太监 表示不音楼根本就没有病 并且还递去一打银票 管事太监高兴得何不拢嘴 保证亲自看着不音楼去见先皇 很快殉葬的时间到了 嫔妃们哭得稀里哗啦 不音楼却东张西望 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 用力拽下一片金叶子 偷偷地藏进袖子里 随后跟着殉葬队伍来到浮屠塔 和妃子们一起走进塔内 眼睁睁地看着大门关闭 不音楼心里非常害怕 想到自己竟这样惨死 心中极其不情愿 凭什么帝王贵宙想要得到神殿 非得踩着我们女子的生命 管事太监听后满脸不屑 让不音楼下辈子投胎到好人家 然后不再废话直接守移 一道道白铃便从天而降 落在各个妃子的面前 瞬间让他们的星辰到谷底 不音楼为了活命 手忙脚乱地掏出金叶子 随着太监总管的一声令下 公公们使劲地拉白铃 嫔妃们一个接一个地被吊在空中 不音楼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的人越来越少 顿时吓得瑟瑟发抖 慌张地用金叶子搁着白铃 可还没等他搁断 人就被吊了起 碎片也落在了地上 不音楼十分无助 只能拼命地挣扎 眼看就要命丧黄泉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黄铃门突然被打开 谁是不音楼 来的男子正是招定司长应消费 管事太监因为收了继母的好处 为了不让不音楼得救 只能敷衍地寻找 不音楼听到有人喊自己名字 瞬间燃起了希望 但自己被吊在空中 即使张着嘴也说不出话了 为了活命不音楼集中生智 拼尽全力扯掉 搏剑的玉佩扔了下去 正好被消夺接住 就是他 放下来 太监总管为了拖延时间 故意装糊涂将旁边的人放下 消夺当即震怒 手指着上方让他放人 就在这时绳子断裂 不音楼也掉了下来 你就是不音楼啊 不音楼文言努力发出声音 证实身份 消夺确定身份之后 立即让人把他带走 可出去时遭到管事太监的阻拦 表示殉葬妃子人数已经定好 现在少了一个没办法向上面交代 消夺听后直接让人抬出一口棺木 没想到里面装的竟是贵妃 告输吗 太监总管下的连忙贵地 嘴里说着告输 消夺不愿再和他废话 直接大步地离开 醒来的不音楼得知是消夺救了自己 急忙向他表示感性 因为两人根本就没见过 不音楼实在猜测不出消夺的目的 心里莫名地有些慌张 娘娘很热 不音楼文言为了掩饰尴尬 拿起扇子殷勤地为消夺扇了起来 谢我娘 奴才服务 消夺此时也看出不音楼的不自负 为了给他压惊 随即命人端来一碗梨汤 让不音楼痒痒受伤的嗓 而对方却害怕汤内有毒不感 消夺见他迟迟不接 娘娘这是要奴才伺候 不音楼文言脸上堆满假笑 无奈地端过泥水品尝起来 这时消夺看到不音楼嘴角沾上枸杞 便指着自己的嘴唇提醒他 谁知不音楼误会了他的意思 以为消夺看上自己 吓得当场跪在地上 我实在是办不到啊 你要是真的寻对事 要不出门正 别家看看去 退时 不音楼的话 差点把消夺心脏病气出来 恨不得拍死这个想象力丰富的女人 随后生气地离开 不音楼这才知道是自己想错 急忙给消夺赔礼道歉 信誓旦旦地保证 从今以后把他当成最好的姐妹 姐妹 死瓢了 好朋友 好朋友 消夺文言便以好朋友的身份 向不音楼索要一件东西 你要看上什么敞开的呢 不音楼说完 消夺就毫不客气地拔下他的发簪 然后大步地离开 到了晚上消夺来到福王 福王看到他过来急忙询问 人就笑了吧 消夺直接递给福王一个发簪 福王看后确定是不音楼 瞬间开心不已 原来福王得知不音楼要殉葬 就偷偷地找到消夺 让他想办法就不音楼 消夺没想到堂堂王爷 竟会为了一个朝天领求自情 猜到两人关系肯定不一般 为了让福王替自己办事 消夺便让他答应一个条件 福王为了就不音楼 想都没想就答应 奴才想请王爷 祝荣王摆脱皇后携之 福王闻言大惊失色 急忙解释自己只是个草包王爷 无权无事根本没有办法跟皇后抗扰 消夺知道如果不把龙王救出 肯定会被歹毒皇后软禁起来 到时候肯定会大乱 为了让福王帮自己 便拿不音楼威胁他 唯有大权在 才陪他朝向死上 消夺说完抢走发簪霸体离开 没想到这个方法真管用 福王立马答应帮助 但自从皇上驾崩 皇后就已经有了戒备 不让任何人见龙王 可消夺早已做好打算 知道皇上大恋当夜 皇后必须带众妃子前去守夜 到时候就能把戎王救出来 这时身边的下人提醒消夺 从皇后的寝宫到穷宫 只有半个时辰根本就来不及 消夺听后便想到了不音楼 知道他也会去守灵 于是就让不音楼帮忙拖住皇后 但不音楼明白这件事情办不好 肯定会被杀头 说什么也不答应 消夺见状只能使出杀手锏 娘娘应该清楚奴才的手段 奴才想让人疼 有上百种法子 不音楼文言下的直哆嗦 直接答应消夺一定留住皇后 在皇上大恋当晚 福王在自己的院子点燃孔明灯 想借助当晚的东风 让孔明灯飘到皇后的寝殿 消夺见时机成熟 立马让人将孔明灯射了下来 此时院中一片混乱 消夺则是劝此机会来到荣王房中 荣王知道消夺是皇后的人 打死也不跟他离开 另一边皇上的祭祀仪式已经结束 不音楼看还没有到约定的时间 为了拖住皇后 竟然把油灯直接泼到皇后的衣服上 殿内顿时慌乱起 拿水拿水拿水 水呀 皇后没想到有人敢用火烧自己 瞬间气不打一出 愤怒地要找出真凶 可就在这时 侍卫来报荣王被劫走了 皇后也顾不上查找放股之缘 就连忙前去找荣王 不音楼见时间没到 猜测消夺肯定没有带走荣王 如果他被抓住肯定会连累自己 于是让丫鬟替自己跪着 立马跑去找消夺 由于时间紧迫 不音楼见荣王不愿离开 便好言相劝 表示消夺不是坏人 只有他才能帮助荣王摆脱皇后 荣王知道不音楼不会骗自己 便答应和他们离开 不料就在这时 皇后赶到了这里 消夺见状准备应平 不音楼却一把拉住他 让他带荣王先躲起来 接着打开屋门 跪在地上挡住要进去的皇后 并且主动承认 是自己点燃了他的衣曲 皇后此时没有时间和不音楼计较 立马派人搜查房间 而消夺则趁刚才拖延的时间 带走荣王 皇后没有搜到 便带侍卫继续查找 但没走多远便查局备品 立马返回将不音楼抓了起来 就在皇后出手教训时 突然一把利剑插在两人中间 来人正是和德帝基 随后以太后的名义 把不音楼带走 原来消夺逃走后 知道皇后不会放过不音楼 就找到了和德帝基 这才让不音楼有惊无喜 消夺逃出来之后 把荣王带到福王府中 保住荣王 谁知不幸的事还是发生 这天晚上 福王在屋内做灯梦 忽然感觉身后有灯 便举起油灯前去查看 谁知灯突然灭掉 而此时正好有一双手 捂住他的眼睛 福王顿时大惊失色 猛地站起身来 慌张地叫来孙公公 孙公公提着灯过来 竟发现荣王躺在地上 脑袋后面还流着血 福王一向胆小如鼠 见自己失手杀死自己的亲侄子 害怕地躲在墙角 得知消息的消夺立马赶到王府 看到荣王的尸体 愤怒地来到福王面前 知不知道 你杀的是自己的亲侄 大义的奴君 福王此时也十分傲 消夺虽然气个半死 但人死不能复生 只能想办法收拾残局 接下来我怎么说 你怎么做 随后消夺带着福王找到皇后 把荣王去世的消息说了出来 皇后不相信荣王死于意外 这深更半夜的 怎么会跑到浮头塔里 福王哪敢说出真相 只能说是荣王太想念自己的母妃 偷偷地跑了出来 皇后怎么会轻易相信 直接把荡王守灵人带了过来 让她说看到了什么 守灵人实话实说 表示是荣王自己走进了浮头塔 而且刚进去 贵妃的棺材突然就打开 荣王便一头撞了进去 福王悬着的心这才放下 就在这时消夺突然站了出来 以国不可一日无君为由 跪在了福王面前 让福王主持大局稳定朝纲 大臣们也纷纷跪在地上附和 福王就这样被推上了皇位 成为大业下一任君王 福王很早就喜欢不阴楼 之前因为自己胆小 眼睁睁地看着她成为自己的皇嫂 而现在自己成为了皇上 再也没有什么忌惮 于是便找到不阴楼 想让她成为自己的皇后 不阴楼只是把皇上当成兄长 并且自己现在是太子 就直接拒绝了皇上的 为了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不阴楼向皇上提议去守皇陵 皇上觉得应该给不阴楼一点时间 就答应了她的请求 接下来不阴楼在皇陵会发生哪些事情 以后会不会成为皇后 关注阿公下期更精彩